现在有你给大家乘上乘上 天桥绝魂中分 好 把这桶拿起来 好 这咋个叫单级独立 这叫金鸡独立 看哪儿上哪儿 这叫二郎单身 牙雕过来 张老师 您看这好不好 相当好 非常漂亮 说实话 这是我头一回在室内看中帆 因为限于我们这个场地的限制 这个棚应该说很高了 已经到六米了 对 但是我们这个小帆子 都没有足够的空间 让大家完全地欣赏我们中帆的记忆 中帆它现在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应该讲从过去街头的这种杂耍记忆 现在逐渐地已经演变成了 文化传统当中的一部分 今天呢我们就请富士的 咱们说富士艺术团的团长和他的徒弟们 跟大家聊一聊中帆 老北京的玩意儿各种各样 其中一种最华美又最富有仪仗表演特点的绝活 就是老北京的天桥中帆 好 那么现在就为大家介绍啊 今天的嘉宾 这位呢就是北京富士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的团长 傅文刚 傅先生 傅先生您好 傅先生这个神态一看就不一样啊 常年习武之人感觉就跟我们这种弱不经风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不敢的 这位呢是富士艺 这是我的侄子 侄子 这位呢是孙强 是傅先生徒弟 大徒弟 以前就看过你们的表演 咱们以前合作过 我当时啊对这个孙强那嘴我印象特别深 太能说了 比我这主持人能说 尤其是在现场这一表演的时候配合你的表演 他在这说着 你感觉啊 真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浓浓的那个天桥那个文化那个劲就出来了 是吧 对 中藩来源于大清场 来源于大清场 当时是礼部长一丝的大职士 礼部长一丝大职士 什么叫做礼部啊 什么叫礼部 介绍介绍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看我们今天就有两种 这小的是专门为我们做的 还是平时就演的 其实中藩就一种 就叫中藩 它这个从外边人所理解的 说中藩分大藩 中藩和小藩 其实这个意思是错误的 中藩就一种 叫中藩 它寓意什么呢 为什么叫中藩呢 就是代表中华民族一帆风顺的意思 是这么来的 对 它是因为剧场里 或者在露天表演 而设定的这种大小比例 并不是说中藩分大中小而分 它就统称叫中藩 这中是中华的意思 对 中华 不单这个呢 国去中藩呢 就是国去皇上 它属于那八袋皇会 因为国去咱们老北京 有一个十三袋皇会 十三袋花会 就民间花会 而它呢是其中一大 一大它是那八袋里头的 就是赐过皇上呢 只有跟皇上呢 还可以演练这些东西 而且国去皇家的东西呢 不能超过十 什么东西不能超过十 对 而且这个中藩呢 就是三藏三 三藏三 三藏三 差一点是十 对 要不过前门楼子九藏九呢 对 它不能满十了 等于它九米多 九米九 九米九 差一点是十米 它是这样的 虽然傅文刚出生于中藩世家 但是第一个把中藩弹倒民间的 并不是傅文刚的先辈 而是清末 一个叫做王小辫的天桥艺人 王小辫的家里 原本是清朝礼部的大直士 后来清朝败落 为了生计 他这才来到北京的天桥卖艺 王小辫也就自然地成为了 天桥中藩的祖师爷 这门技艺 从皇家到门间 从大直士到中藩 地点变了 名字变了 中藩的绝活也变得更绝了 那个时候指使手的动作 跟现在的一样吗 很简单 国去动作很简单 等于到民间以后 我的狮子王二辫 把这动作归纳以后 能成立二十来 二十来种动作 不像到现在 已经八十多种动作 已经有八十多种动作 对 从一带一带往下 中藩长三 也就是近十米 在地向时 分量大概是几十千克 但是到了空中迎风舞动 至少要重上一倍 原因是 上面有很多的旗帜 受风力的影响 阻力也就会随之增大 能把它舞动起来 没有扎实的基本功 是很难做到的 这些让人不可思议 也让人看着 惊心动魄的绝活 它到底是如何练就的呢 一个是身体素质 一个素质 就是一个身体力量 一个技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胆量 对 首先是一个胆量 举起来了 哇 就好来别人跑了 什么 不管干什么东西 头一次 尝试头一次的时候 你有这胆量 你有没有这种胆量 你再把这东西 跟你说得清楚 你基本功力量再好 头一次没有尝试 这东西 对对对 也是不行的 那听到你们哥俩 第一次来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我呀 我是因为 怕安过 也怕过 刚练的时候 肯定也是 有那种感觉 因为我属于是从家里 从小就开始接触这东西 也看 也比较喜欢这东西 但是刚开始练的时候 也确实也害怕过 因为这东西怎么说呢 你第一次接触 看大人们去练 你自己亲身体验的东西 就跟那个 看他们练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尤其是呼拉往下一坠的时候 对 就是有一种要被砸着的感觉 对 躲吗 刚开始练也躲过 你呢 我呢 最开始练 就是比如说上脑袋这一下 就从肩膀上往脑袋上扔 练这一下 练开始练基本功 往脑袋上边 我们叫操顶 把脑袋要操硬了 这么着呢 拿藤子棍 拿藤子棍 这么憨的藤子棍敲 怎么个力度多大 力度就是什么时候脑袋 已经摁得敷囊敷囊的了 然后呢 还得要继续敲 等于把这脑袋这儿 要起奖子 就这样 第一下 第一下上来 头一回 当时也没什么风 一扔 因为没谱 不知道它的力度啊 掌握的大小 一样扔起这么高了 当时就眼睛呢 已经就是就晕了 等于一样 从脑袋到脚底 疼的那特别的疼 那种酸心的疼 触了电似的那样 我能摸摸你脑袋吗 真的感觉这没有弹性 他不是在这位 应该在这位 在这 就在这一块 在这 跟练铁头工似的什么 真拿铁条 拿藤条帮自己 藤条慢慢敲 敲打 谁打 我们来打 我们来打 这活过瘾 这一次打多段时间 基本上它在于它成熟力 它的成熟力 但也不是特别重 从轻到重 慢慢来敲 刚一开始并不难受 什么打糊弄了以后 再沾太疼了 太难受 打糊弄了 就把这些肉皮 皮跟肉 咱皮跟肉 就等于脑门 它就一层皮 没有什么肉跟骨头 给打离了骨 打离了骨以后 让它削肉装 削肉骨再打 往里边出一层 不是像您说 一般人讲的 外部一层讲的 并不是外部一层 里边这膜 就厚发厚 就硬了 里边硬了 就起来了 那就是类似于增生了 幸福太太 对对 老北京天桥 有一位有名的艺人 宝三 宝善林 一开始是练习摔跤 在天桥已经小有名气 但当他看到 王小辫的中藩后 就开始迷上了这门记忆 但是苦于没有机会 向王小辫拜师学艺 之所以宝三能成为以后 天桥中藩的一代宗师 完全是因为一次意外的巧合 那当时王小辫是很痛快地收现金师傅了吗 不是 他不是很 因为我师爷呢 师爷 对 救过王小辫 帮过王小辫 这就有一小故事 耍中藩最早不带天桥 他就赶会 当时就说白了就跟现在是哪搞个什么 赶场了 赶过什么集会 那方面不人多吗 对 南南南展校会那人肯定多了 土头的用 他就到那去 他好挣钱 完这儿呢 完我师爷正好路过家 这过程当中 从交产学完交以后 他得回家 完他就看见过这东西 看见过他就爱上这东西了 他就尾随 有一次呢 正好我师祖啊 那个王小辫 给人演堂会 演堂会在一个老爷旁边那 玩有福 演堂会呢 我师爷正好也赶在那 他练了一首什么 练了一首贝花 使了一下苏金杯剑 苏金杯剑呢 就拿到后面扔起来 以后到脑子上了 正好起的这过程当中呢 来一学乐风 就是旋风 来一旋风 正好我们管人叫抛脱 也就练砸了 练砸的抛脱了以后呢 这番就要抬下去 正好我师爷在旁边那 旁边那有一个王爷的孩子 当时要把王爷的孩子要砸了 那行了 这王小辫甭说吃饭了 脑子都得搬到家 正好我师爷在旁边 因为中番呀 您看这么老高 不管什么东西啊 你现在打蛇也要打七寸 中番你扶哪个位置 我师爷是摔跤的 他使了一下李刀钩 不懂 就中国式摔跤有一件李刀钩 您大概比回一下 就一个人过来 这一个人所谓的李刀钩呢 就刀他里头这条腿 刀这 摔一跤来呢 是这么来的 是这么来 正好你看他呢 他是冲我这边来的 这翻 翻是这 假如他是翻 就是冲我这来的 我一扶这两头两头病 整个里扁的 两头翘 我扶底下扶不了上 我扶上扶不了底下 正好了这样呢 我这一刀他不是直弄的 就直了 正好我师爷使这么下李刀钩 这翻就立着了 您这动作真漂亮 真立刻 你从小就这么着 没有 当对打对相 等于就使这么一动作 等于就无形当中 给我师祖就救了 救了以后 这我师祖就特别感谢了 感激的 感激的就觉得 你怎么就问呢 看到你使这什么动作 从中来的时候 他呢 从我师祖 因为我玩好遍呢 他没练过睡觉 但看着他动作挺好 就问他怎么怎么样 好来一来二去 他就把这事就说了 说了以后 后来这个王小便 为了感激他 说你愿意练不愿意练 那东西 你要愿意练 我可以教你 当时他巴不得的 因为后边尾随 追这东西 看东西 宝三就这样学到了 王小便的真传 他之所以要学中番 除了真的非常喜欢以外 还有另一个原因 宝三觉得 摔跤和中番之间 一定有着不一般的联系 希望能将这两种 记忆的精髓 融合到一起 而且能够相互促进 其实中番的很多动作 中国式摔跤 它有各自的基本功 每天办的基本功 国序我们练基本功 像在舞台上有些东西 就是盾子 小推子 国序什么大棒子 小棒子 抖皮条 千秤低秤 这些气节 而练习中国式摔跤的动作 但是这些气节 全是死物 它也就是石头也好 专业好 它就有多沉就多沉 练一些很僵硬 很积极的一些东西 而中番不一样 中番它是活的 为什么说它是活的 因为国序没有带舞台 没有带剧场 也没那么大剧场 解放以前 它都在外边 外边完了以后 不管你风大风小 而它的高度力起来 可以有一个物理现象 它是一个活动 首先刚刚不讲过 讲一些技巧 中番你讲技巧 摔跤也讲技巧 摔跤不是说 我力量大就摔你 你摔傻子行 对对 但你真正人是对份的 人也练过摔跤 你就摔不大 因为什么呀 就是人与之间 互相我想摔你 你不会能让我摔你 而走的是技巧 还是步伐 这是方方便便 是这样的 还是中番的也是这技巧 实际上就是借助中番 把自己的交易 向更高的一层推进 对 保三不但成功地把中番 和摔跤的动作 相互融合在一起 使他们相互促进 更是创新了二十多种 让人叫绝的新动作 中番传到了第三代 也就是保三的徒弟 这时才和傅家 有了真正的关系 我可以给大家讲讲 这个国区呢 等于是交汇徒弟 恶子师傅 国区的老艺人呢 他有点老八板 国区的那讲的 比较保守 保守 但是反过来呢 这种这门艺术呢 必须还要传承下去 像我师爷 一共收了四个徒弟 其中我大师 就是他大徒弟 就是陈秦权 二徒弟马贵宝 我父亲杭老三 傅春录 我还一师叔叫徐茂 用他们哥四个 都刚一开始 磕头的时候 都是学的是中国式学教 后来呢 以后呢 随着我师爷 岁月大了以后 把东西得找一传人 最后就传给我父亲 他等于一脉单传 就是四个徒弟 但是这个是 范儿的技术呢 只传给您父亲 从我师爷那儿呢 就是从我师祖那儿 也是一脉单传下来的 等于到 从王小便 到保三爷 到我父亲 这一直是这样 一直到等于是 等于我们 我们哥几个 逐渐大了以后 我还一哥哥 比六哥 叫傅元勇 他比我大一点 我们哥俩 还在把这东西继承下 是这样的 所以刚才讲的 都是一脉单传 真正把这中方 继承下来 就是连说呀 还有他的理论东西 还好歹要创作很多的东西 刚刚我讲 我的师祖有二十几个种动作 到我师爷那儿 三十多种 四十来种 等于先到我们 我随我父亲 我们一块要创作 等于现在八十种动作 耍中翻是门力气活 但并不是出傻力 卖傻劲就可以完成的 更需要的是智慧 技巧和勇气 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中翻之后 傅文刚和他的哥哥傅文勇 一起专心研究 现在中翻的各种动作 已经达到了八十多种 甚至鼻子和牙齿 也能够用来耍中翻 像刚才您说的 拿牙叼 从本来叫虎口拔牙 那多了后来 我们就研究出来的东西 以前没这个 以前国区没有 国区也有牙键 叫牙键 它是放在这 拿牙叼过来 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图 对 国区是叼过来 而现在是抛起来 扔上去 这个难度就很大 尤其是向下的冲击力 冲击力 一般人受不了 好 乱呗 我没想到什么呢 人家能用牙把中翻接住 甚至能用鼻子把中翻给挺住 我倒是觉得 这东西要砸一下 这不惨不忍睹 你那牙不是这么砸 我这牙不是练中翻 是练摔跤撞 练摔跤撞 这牙和鼻子怎么能接入那么沉的东西 就是慢慢磨练呗 这个开始就想练这个基本功 得练好几年了 最起码得三年以上的基本功 才能练这些动作 因为国序我父亲也讲过 就这个摔跤中翻里的东西 有些瓣子 为什么这个刚才他讲的一个燕多尼 一个这个倒体子行官 是怎么出来的呢 因为我师爷中国式学教啊 有一些练子叫蝉雕 叫蝉雕 我可以给你比过一个 我师爷的有一些中国式学教 有一些练子叫蝉雕 所以蝉雕呢 这么来 这么缠的 相当于这个呢 缠起来以后呢 一抖了腿 就腿能缠酥了 缠酥了 而且你刚才讲那个倒体子行官呢 也是这个动作 把这翻阁在这后边踢起来 但这个动作 你蝉雕把人的腿啊 给他拿酥了怎么拿呢 用什么功夫去练的呢 用中翻去练的 反过来那个燕子多尼呢 是破蝉雕这些绊子的 叫什么叫荡腿 你看我一缠他 他一踢腿我就缠 给我搭了他 他别跟我较劲 越较劲他越弦越难受 他越较劲我一窝 他越得趴 腿别抬起来 他越较劲他越受不了 但他要一踢腿呢 我就空了 踢腿 他一踢腿我就没有了 这两个动作是从这涮出来 也要当得把中翻个人弄来一挡 2005年中翻被评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使得傅文刚 傅文勇两兄弟 对于中翻的继续传承 看到了新的希望 虽然有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但是要找到合适的人 来继承这门绝火 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学的人现在多吗 学的 过去是人有人学不教 现在想教没有人 年轻孩子都是什么网吧了 娱乐东西太多了 要么学什么跆拳道了 学的别的东西 学这个就不学这个 咱这摔跤和中翻了 因为咱当然反过来 我也可以理解 一向跆拳道练出来以后 他能指内吃饭 你像中国式摔跤呢 练完了以后没得干 没得干 他也当不了老师 他也拿不了冠军 他也吃不了饭 你们俩的下一代 还会让他练吗 应该是让他练 你这事上 没什么大发安全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你幸福 这事得问孙强 我想应该 收几个徒弟吧 收几个徒弟 然后从中 物色好的 然后把中翻这技术教给他 还有一些摔跤 从这八个生地里边挑 谁生了儿子 扒了呗 对 其实大家可能听半天也听明白了 我们一说到中翻 他就不能不说摔跤 可是一说摔跤呢 也离不开中翻 但是呢 我们的节目只能一集一集地给您播 今天呢 先请几位跟我们说说中翻 明天 大家请早来欣赏一下 中国式摔跤 同样 也是由傅先生给我们主讲主演 今天觉得那俩动作看完之后 不过瘾 希望明天能够看到更精彩的 好了 我们明天再见 好 谢谢 勾别搓拿 动作繁复而实用 它是力量与技巧的统一 讲究一巧破千金 一力相识会 这就是中国交 一个曾经让很多年轻人着迷的竞技 如今这个传统体育项目 却正在淡出我们的视野 天桥绝技摔跤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竞技运动 宝三宝善林传人 为您展示中国交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